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演播,田小莫 莫少,萧淑 第二百八十一集 只是她很不明白 为什么她会突然对自己的身体这么在意 因为之前的齐军从来没有过问过自己的身体 一直都是跟自己吵个不停的状态 今天这个现象也确实有点反常 自己已明明嘱咐过家里的人 不让她告诉齐军自己身体的状况 她也知道自己的佣人一向是很听话的 不知道到底是从哪儿露出这个风声 真的不用花那个燕王钱 我就是血糖高了一点 平时吃饭的时候注意注意就好了 其他的都是一些小毛病 你看我现在不是还活蹦乱跳的 站在你面前吗 让我跳绳 我还给你跳五百个 听到自己父亲如此乐观地回答 齐军心里更不靠谱 让你去你就去 难得我今天有时间 还有 不许反驳我 如果你再说这些有的没的 我就立马住在这里 不走了 天天看着你 让你烦心 齐林松虽说很疼自己的儿子 但是也很难一直跟他相处在一起 毕竟两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多的 一想到要跟他时时刻刻在一起 齐林松整个人头都大了 行行行 我跟你去 光知道花钱 一点都不知道给老子省钱 就这样 齐林松被齐军带到了医院 什么检查都给他做了一遍 也发现了一些 以前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比如说 他一直都不知道 其实齐林松是有糖尿病的 只是比较轻微而已 怪不得他以前递给父亲吃甜点时 他总是拒绝 而有的时候 也会默默地看到护士在给他打针 原来这一直都是他年轻时落下的病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儿子 直到现在才关注到父亲有这么多的毛病 而他自己之前 却一点都没注意到过 当他发现 齐林松的身体有些功能已经衰竭的时候 更是自责地不能自已 这么多年 自己一直在责怪父亲 没有对得起母亲 却忘了 他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虽然在年轻的时候犯过错 但是 他之后再也没有为自己娶过后妈 无论自己怎么跟他作对 他都没有撤销自己是继承人的这个事实 足以证明 齐林松是很爱自己的 而他却都没有好好爱过这个父亲 以后你有什么病 能不能提前告诉我 不要传到别人的嘴里 我是你的儿子 我有义务知道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 别到时候突发身亡 我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让别人知道了 那岂不是看笑话吗 听到儿子说这种话 齐林松一下就生气了 怎么叫是看笑话呢 你问问天底下哪个父母 愿意告诉自己的孩子 受那么多的病 这不是到他们工作吗 再说了 你给过几回说这些吗 以前见了我不是嘲讽就是责骂的 那次给过我好脸色呀 我还敢跟你说这些吗 还有啊 到底是谁跟你透露了这个消息啊 真是不够长眼色的 眼下你多忙啊 都快要跟薇薇安结婚了 又过来管我干什么呀 此时的齐军才想起来 家里还有个薇薇安 自己还没有跟他报备 又没有手机 只好等着这边先处理完了 回去再解释 然而说完 齐林松就意识到 齐军的身边只有他自己 而没有薇薇安 按理说 这两个人应该一块来 因为他知道 薇薇安在国内并没有固定的工作 所以出了家里 也是无处可去的 哎 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了 薇薇安呢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看我呢 要不是齐林松的提醒 齐军早把这个女人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在家休息呢 你别管他 你就先收拾你自己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还不去医院养病 还在家里窝着干什么 等死啊 说到这儿 齐林松便笑了 那不然呢 那我都一大把岁数了 你让我去医院那个地方发呆啊 你这不是要憋死我吗 我在家里看看书啊 逗逗鸟养养鱼 不是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吗 再说了 我家里啊就有医生 我又何必跑去医院浪费那个车钱呢 倒是你还没有回答我 究竟是谁告诉你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是谁那么多岁啊 是唐婉清 我昨天跟他偶遇 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想提醒你的是 这个女人 可是一直对你都念念不忘 没想到一大把岁数了 打扮得还是那么嫩 她是一点没把自己当外人呢 当着我的面数落了我一顿 说我平时不够关心你 连你得什么病都不知道 诶 我说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搞这种地下恋情的 齐连嵩才没有跟唐婉清 搞地下恋情 他们一直都是很纯洁的同事 年轻的时候 齐连嵩忙于工作 所以忽略了齐军的妈妈 平时说话最多的人 也就是唐婉清了 然而她早就知道 唐婉清对自己有非分之想 但是为了不捅破那张窗户纸 就一直都是互相安慰 互相鼓励的关系 没有想到 有一天 自己能睡到她的床上 而且正好被齐军 跟她的前妻碰见 这才导致 她的前妻心灰意冷 跳了牢 但是 她从来没有对不起过 她的前妻 也从来没有出轨过 只能说 在她最能陪伴妻子的时候 没有好好陪伴她 而是把一切都奉献 给了自己的工作 齐连从之所以有现在的成绩 也是跟她年轻时的打拼分不开的 但这些 齐军并不知道 她眼里的父亲 就一直是一个管理挣钱的人 也从来没有珍惜过 她父亲为她打下来的江山 要知道 这些江山 可以让齐军少奋斗四十年 维维安在家里忙活婚礼的事情 你不用管她 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的是 以后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 就算是你生病了 住院 也要跟我报备一声再去 否则 我就会二十四小时派人盯着你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都会过来 再见